よし 那我是曼 沒錯今天這集是鬼系列的第二集 上次有提到在日本可以被稱為鬼的存在有非常多 不過大略可以分成本土鬼跟外來鬼 本土鬼指的是在古日本時代就出現的傳說 或者是日本原住民特有的傳說 上次只有提到土蜘蛛跟兩面樹挪 這次我會再補充幾個 我記得有在伊賢納美那支影片就有提過全金鬼女 伊賢納美是日本的開國之母 不過他死後就在黃泉去當女神了 全金鬼女是隸屬於伊賢納美的手下 當伊賢納奇逃跑的時候 伊賢納美就是派著那些鬼女去追捕他 天邪鬼 想必大家一定都聽過這個中二的名字 神美啊 鬼登 哆哆哆那些都有出現過 這個要講到大國主神統治人間界的時代 不過好像上次做完伊賢納美之後 就一直忘記做他子孫的事蹟 下次再說 總之現在先知道一個大略就好 某天 管理天界的天教大神 不爽大國主神統治人間界 於是派他的兒子們下來跟大國主談 結果被大國主給說服成功 加入他的陣營 天教大神無奈 只好派一隻叫做明女的稚雞 提醒兒子該辦正事 結果另一位也是被上天派來監視人類的女神 天探女 卻只叫說天照的兒子 不用聽那隻稚雞的話啦 於是天照的兒子就把稚雞給殺了 那位天探女 就是後來天邪鬼的原型 天邪鬼的別名叫做若海 傳說天邪鬼會模仿他人的外表或是聲音橘子 引誘別人做壞事 關於天邪鬼的惡行有一個傳說 某天一對老夫婦撿到一個瓜子 從那個瓜子裡誕生出的瓜子雞 膝下午子的老夫婦於是將他撫養長大到結婚 但在出嫁前 天邪鬼來到他的住處 利用畫素將瓜子雞騙出來 邀請他一起到一棵長滿桃子的樹上吃桃子 但當瓜子雞爬上樹時 天邪鬼就趁機搖晃樹 讓瓜子雞摔落在地 當場斷氣 然後天邪鬼就把瓜子雞的皮膚給扒了下來 套到自己身上 回到老夫婦的架中 這對老夫婦很機靈 馬上要察覺那不是他們女兒 於是用力的將天邪鬼給啃死了 這個版本比較血腥啊 根據流傳的地方不同 也有瓜子雞沒有被殺的版本 溫羅 以前在日本的岡山 有一隻叫做溫羅的惡鬼占據了一座山 並建立其他自己的鬼之城 整天襲擊人類 憂國憂名的天皇 於是派了皇子的吉貝金燕 率領他的三位手下 犬四五 賀森燕 劉玉成 一起前往討伐溫羅 溫羅慘敗之後 他們就將溫羅的手機 埋在吉貝金神社底下 不過也有人說 溫羅有可能只是個比喻 那以前動不動都發生了戰爭 溫羅大概是當時某個 擅長鑄鐵的朝鮮殖民者首領 他們不管是穿著還是語言 都跟日本人完全不一樣 所以才被叫做鬼 後代在考察鬼城周圍時 發現了四座煉鐵爐和三座炭爐 表示那個時代開始使用鐵製農具 讓當地發展越來越好 所以也有傳說是說 其實當地人都覺得溫羅是個好鬼 但由於日本天荒眼紅 所以才派了吉貝金燕來攻打他 後續就跟前面講的一樣了 不過由於溫羅的怨念太深 導致他那一刻已經變成骨頭的頭顱 每天都會發出悲鳴 溫羅還託夢給吉貝金燕跟他說 自己的妻子是阿正香神官的女兒 阿正元 只要能讓他的妻子幫他祭祀 並會向他報答替他預測兇吉 所以在這個之後 吉貝金燕有什麼問題 都會到溫羅的電鎖 算是產生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情意吧 這段跨越靈界跟人界的友誼 就一直延續到現在 然後在某天 一不小心都穿越到國 日本跟各類種族的武士 一起來長臉魂心跳的戀愛冒險 嘿 在即將上線的這款以江戶時代為背景 結合日本古代傳說的手遊 直劍之客 很多細節在歷史和神話中都有還原 其中就有描述鬼王溫羅在戰敗之後 使得鬼族全部都被感到荒芜之地 人類因為作用之源而逐漸壯大起來 導致後來發生的種種問題 這部分的劇情根據我的猜測 可能就是以當時日本天皇 將溫羅處死之後 把他的一切都給戰去的故事 為原型做的設定 所以本來姓神的人類 開始轉了崇拜武術高場的人 常不定期的舉辦武鬥大賽 贏的人可以獲得天下無監 但某天 機人突然入侵 搶走了天下無監之中的 三日月中徑和鬼王國鋼 造成天下大亂 這時就輪到我們出場了 玩家在這邊扮演著因為觸摸到骨刀 而不小心穿越到過去的女高中生 必須踏上拯救整個中金國的旅途 一路上會遇到有子安五人 花江夏樹等各大聲用演出的夥伴 你可以跟這年的夥伴們一起建立一個溫馨的家園 夥伴們除了會協助你通關 還會一起度過療癒的日常時光 下廚屋、泡溫泉等等 遊戲的三宵玩法也相當容易上手 但不只是劇情和玩法 每個角色設定都非常細緻 以德川光果為例 現實中的光果相當喜愛梅花 因此角色身上有梅花的元素 小細節讓角色更加貼近史實 這些唯美的戲劇圖 就等你來蒐集 只要你即刻打開 直見直客事前登錄活動頁填寫資料 就能在遊戲正式上線後 獲得豪華育業獎勵 人數達到累積目標 全服人人有獎 免費獲得Ur54不是夢 話說後世不知道有什麼突發奇想 將吉貝金燃打倒溫柔的事蹟 改編成了現在家喻戶曉的故事 而且這個故事我們一定有聽過 一個人加上三個手下 然後快快樂樂的去打怪 啊這不就是淘太郎嗎 對 所以在岡山 除了吉貝金神社 還有淘太郎的雕像出現 聖波 聖波鬼是日本秋天的傳說 他會到處到別人家中討食物 如果耐戶人家家裡 有好吃懶做的人或者是壞小孩 他就會一直懲罰他們 聖波這個名字由來是因為 日本的北邊 冬天比夏天來得長 長期會使用暖爐 這種台灣看不太到的東西 天冷就會一直想要縮在裡面當個廢物 其實這樣蠻容易產生輕微燙傷的 這時候聖波就會看不下去 去剝下廢物身上燙傷的皮 怕 現在當地也會舉辦聖波鬼節 在處世的時候 春年的年輕人會戴著聖波鬼面具 身穿索衣 手持木刀和木桶 扮成聖波鬼的樣子 一邊跳舞一邊大叫 有沒有不聽話的小孩啊 耐戶人家要鄭重的迎接聖波鬼 拿出好久和年糕款待 聖波鬼就會答應保佑他們 然後起身前往下一家 牛鬼 牛鬼這種妖怪就是牛和鬼的合體 各位知道 牛的特性是什麼吧 當你聽到對方雞牛做 第一時間一定會想到 這個人一定對某件事情很執著 或者說對方很頑固時 常聽到有人用牛脾氣來比喻 所以牛鬼有著牛固執的一面 同時還有鬼怪的凶殘特性 只要是被他看上的人類 那他絕對不會讓對方逃走 而且如果跟牛鬼結怨的話 他會記仇一輩子 傳說牛鬼棲息在海岸 專門攻擊當地的漁民 而且會跟一個叫做乳女的妖怪合作 乳女的外型有著女性的人臉 下半身則是蛇 在攻擊人類時 乳女會化身成可憐的婦人 並抱著嬰兒出現 有人經過的時候 就會拜託他照顧一下嬰兒 但只要抱了 懷裡的嬰兒將會變得越來越重 連走都走不動 然後牛鬼就會馬上出現攻擊受害者 話說在牛鬼當中 也有棲息在海以外的牛鬼 而且跟上次提到的杜鞭鋼 也有關係 記得杜鞭鋼是何許人也吧 他是四大天王之一 曾經跟慈慕童子激戰過的人 因為有了想要觸摸的經驗 所以原來光又派了杜鞭鋼 去收復牛鬼 所以杜鞭鋼接下任務 達到牛鬼居住的森林裡 走著走著 突然一位年輕漂亮的女性出現在他面前 那名女性向他哭訴 自己迷了路 希望杜鞭能夠幫幫他 不過有了上次被騙的經驗之後 他這次一眼就識破了這名女性的真面目 是牛鬼變成的 二話不說 拔刀先砍下他的手臂 但牛鬼馬上逃跑 杜鞭只好帶著手臂回去向主人報告 然後杜鞭的媽媽在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表示想要看看牛鬼的手臂 等一下 這劇情真的不是我把上次拿來複製貼上 麻煩各位去問編故事的人 怎麼這麼沒有創意 沒錯 後續都如各位所想的 儘管上次被奶媽給騙了 但她心想 應該不自己那麼衰小 在被自己的親娘給騙了吧 所以就把牛鬼的手臂拿出來給媽媽看 但這次不一樣的是 牛鬼因為看到自己手臂太開心了 還沒有拿到手臂就現出原型 杜鞭鋼看到之後撒住 幹 又來一次 好在手臂還沒有被拿回去 所以馬上拿出刀跟她打 但因為太難打了 原來光聽到這件事情之後 馬上趕到現場 採集合力將牛鬼擊敗 怪牛鬼還有一個傳說 事情發生在香川縣清風的跟三四 這邊牛鬼比較特別 他頭上雖然有牛腳 但是臉像猴子 手腳雖然是牛 但身體像老虎 腋下還有像蝙蝠一樣的翅膀 不過個性也是相當兇殘 附近的居民深受其害 於是 村裡請了一位叫做三田藏人高青的神射手 來替他們解決牛鬼 高青來到村裡後 直接進了深山 可是沒有看到村民所說的牛鬼 過了幾天之後 還是沒有出現 他就以為是村民在開玩笑 不過事實上是 村民都看得到 只有高青看不到 所以高青就來到更香的寺廟 請菩薩為他指點迷津 菩薩晚上託夢給他 讓他絕食七天 沒想到這方法真的可行 七天之後 他上山將牛鬼射殺 但高青擔心牛鬼的怨寧作祟 所以把牛腳切下來之後 放在更香寺 將他鎮壓住 現在日本的更香寺 仍然保留著那隻牛鬼的腳 還因此衍生出了白手記的習俗 OK 關於這次的鬼 我都是講一些比較有名的 不過光是傳統鬼的講一講 就已經這麼多了 外來的鬼 還是來不及講到 看來又要另外開一集了 那就這樣 為什麼你要這樣動 那是什麼 有個貓貓的那個